欢迎大家来到香港辩论超级联赛22-23年度的比赛 我是今天大会的主席蔡胜龙老师 首先多谢双方 保六六世的同学在測考期间仍然是准备比赛 亦很欣赏德兰中学的同学 不选择不战而胜 以网赛形式进行这场比赛 欣赏大家的努力 今天的辩题是 联合国安理会取消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利大于弊 正方是保六六世书院 反方是德兰中学 今天我们三位评判有本人 是前中文大学辩论队员赛胜龙 另外我们有前浸会大学辩论队员何冠林 另外就是有前中文大学辩论队副队长賴楚燕 赛规相信大家之前都应该看了 简单说一点 今天就是因为是网赛形式 主辩之后我们是台上发问的 双方互问对方 主辩一条问题 之后回到一副二副的环节 之后是台下发问两条 最后回到结辩的环节 计时的钟声都让大家听一听 大家都明白有机会是会听不到的 所以我也会 钟声理论上是这样的 但我会配合举起一只手指和举起两只手指 有没有问题? 理论上的钟声是这样 我会用手指辅助 一只手指是一丁,两只手指是两丁 到五丁的时候我会做出交叉手势 请问大家对赛规或以上宣布有什么特别问题? 我看三方没有问题 如果准备好的话 今天这场补赛正式开始 我们现在有请正方主辩 保陆陆细小学院的同学 正方主辩 准备好 准备好 好,对了 那你准备好 现在可以开始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 联合国宣章定明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 联合国会以此为目的 采取有效而符合和平、正义及国际法的集体办法 以防止和消除对于和平的威胁 包括制止侵略或其他破坏和平的行为及调整或解决 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细 现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即中法美英俄五国享有否决议的权利 虽然其余十国为非常任理事国 由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共同票选而成 任期两年 虽然安理会实行一国一票 常任理事国及非常任理事国都可投票表决议 但只要有一个常任理事国投票就等同行使否决权 决议的草案必定无法通过 因此,今天衡量变题的准则是要审视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 是否能协助联合国履行其职责 俄方论点有二 第一,通过决议推动国际合作 自1946年以来,五大常任理事国曾多次使用否决权 如苏联或俄罗斯已经使用了143次的否决权 如苏联,而其中五国的否决反映了常任理事国 将自身国家利益凌隔于联合国的全体成员国的利益之上 例如俄罗斯为了报复美国拒绝接纳苏联的卫生国 于是就否决接纳新成员国的决议 美国曾经也否决制裁以色列和应对中东局势等的决议 而中国因就马其顿建议台湾独立而脱离中国 否决了联合国延长维和部队驻军马其顿的决议 上述的决议是有利国际利益和和平 但在一票否决之下没有办法通过 而且马来西亚首相伊斯·麦莎比利亦指出 联合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否决权的运用 可见不常的决定令国际及非常任会员国的利益受损 取消否决权后能进一步实践一国一票 避免常任理事国国家的利益凌隔于国际层面 有助确切通过违及国际的决议 例如上述提及被否决的决议 从而推动各国的合作和世界的发展 第二,执行制裁促进国际和平 就如背景所言,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 但可惜现时不常的权力过大 联合国根本无法做到维护世界和平的角色 就以近期俄乌战士为例 战士的伤亡惨重 两国甚至国际局势都动荡不安 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 联合国大会至今曾四度提出针对俄罗斯的决议 包括要求俄罗斯停火撤军 暂停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 和谴责俄罗斯吞併乌克兰领土 虽然大部分理事国都表示赞成 但由于俄罗斯是误常之一 拥有一票否决的决议案无法通过 联合国至今也无法对俄罗斯进行谴责 联合国秘书长古迪瑞斯直言 安理会未能尽其所能 防止和结束这场战争 取消否决权可以提升联合国制裁力 保持国际和平的宗旨 耶鲁大学领导学院的报告也指出 国际的制裁和商业撤出不大致发挥效果 还在各个层面彻底削弱了俄罗斯经济 令有效阻止俄乌战士 最后请问有方同学 请问保留否决决不称音乐裁决 又如何才能输入俄乌此次问题呢? 多谢各位 4分14秒未有超时无需求分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反方主别 谢谢,谢谢 是,是 因为我们在这里听你的叮声非常小声 可不可以再叮声给我们听一下呢? 好,如果在没有人说话的情况 叮声是这样的 算不算清楚? 我们在这里 都很小声 不清楚的,我们反方都听不到 哦,好,始终可能会叮声 如果是这样,我仁玉丁了 好,我真是 应该我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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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听得清楚,谢谢 好,我尽量可用人肉 好,现在轮到反方主别 好,你准备好,请说可以 好,请问得清楚 好,清楚的 准备好 好,准备好 好,准备好 好 好,听到有方足足四分钟的主便 充其量都只是论成否决权的闭嘱 而没有解释到取消之后 用什么方法去表决议案 是不是可以解决到有方所说的国际合作的问题呢? 再看现实情况 即有方最后所问 俄乌战争的事情为例 安理会其实一直主张避免介入战争 以免引发大战 所以正如有方恶乎战争为例 安理会提出的议案只是谴责和要求 即是现时全世界都已经在做而没有作用的行动 就算没有否决权通过 有方是不是就论证到必然投下反对票的俄罗斯会乖乖执行呢? 取消否决权根本就不等同可以解决有方所提出的问题 而根据联合国篇章,正如有方所说 联合国安理会扶有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责任 因此,贫量今天变题的标准 座于取消否决权 会否破坏安理会现有平衡状况 造成国际性影响 我方反对取消否决权 原因有二 一,确保共识,保障,而顺利执行 中英未发俄,但常任你试过 在国际上拥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在联合国中承担了大部分的预算 和军费,否决权保障他们的权益 才可以换取他们持续付出和合作 取消否决权,有方敢不敢说 五常的资源投入和军力贡献不会减少呢? 五大常任你试过承担了维和行动 经费五成八,美国占两成八 而根据世界贸易组织 在2021年对于进出口贸易组织的数据指出 美国、中国是世界两大的进出口国 而单单是五大常任李时国 已经占全球进口贸易组织的三成 五大国在军事经济上对全球有极大的影响 当军权制度下,就能够报名的确保 中国时是得到东西方两大阵营五大国的支持 就好像塞浦路斯维和部队一样 人数比当地政府关同反抗关都少 但没人敢阻止维和部队执行各种任务 对比起多数就是派出维和部队未必所有国家支持 例如美英法支持派兵去伊拉克 亲和势力不用怕得罪俄罗斯 联合国维和部队到时将备受挑战 二,避免加剧对立 我们会避免战争是不会轻易出兵介入 以免壮大地域战争 例如第四次中东战争等等 都没有作出实际性费材 以免理应中立的联合国变了任何一方阵营的打手 今天有方自在和平 但取消否决决改为多数制 不是会多了通过出兵议案去佔多数阵营服务吗? 所以一,有方如何确保多数等于正义? 二,有方如何确保少数阵营的利益 不会持续受损? 三,少数阵营一直多数人的暴政 例如中俄两票始于英美法三票 有方敢不敢说中俄两国不会撤兵 甚至撤出联合国反击呢? 又例如,联合国会要求俄冠无权事件 辞出乌克兰的议案 在现时取消否决权之下 多数制得到通过 但有方觉得 勇合国家俄罗斯是否会落于制裁自己呢? 主任盟友中国又会不会出支出战 联合过第二多的代名部队去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呢? 国际上,中国俄罗斯以及各个西方民主国家 本身已经属于不同阵营 若然没有否决权,人数较少的阵营 就会一直承受多数人暴政 矛盾、冲突是否会加劇? 战争危机是否反而会加深? 但有否决权之下,能有机会游说 让步、协妥、减少对立 最后想问下友方 联合国是否应该保持中立 避免联合国的力量长期和持续感 在多数制下为某一阵营服务呢? 谢谢各位 4分10秒,无需扣分 好,接下来到台上发文的环节 好,我们现在依法言次序 首先有请正方保六六世书院的同学 台上的同学 自由派出一位 向反方德兰中学的主辩提问 准备好 好,可以开始 叮!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 想请问友方 是否在友方眼中 所有被否决的决案 都没有任何问题 所有的决案都是合理 而且是为了能够维护和平的呢? 多谢各位 好 反方主辩有一分钟准备 叮! 好 你 bang 请反方主辩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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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方主辩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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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方便 反方主辩回答 反方主辩回答 反方便 反方便 反方主辩回答 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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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你現在將會有四分鐘時間 去到三分三十秒,我會有叮一響提示 好,你現在可以開始叮 主席評判主席各位,大家好 來到結點位置,讓我用3、2、1來總結全場比賽 首先,三是右方三個不一不回應 右方在多數制之下應該中立的聯合國 是否成為了多數一方,例如歐美陣營的政治工具呢? 利益持續受選是否會令到那些國家不想積極參加 或者不想參與呢? 如果在現在這個情況,三位評判如果除了你之外 兩個評判都會是一致立場 每次你都是2比1的一票,你會不會覺得不完手 你合國種種軍事預算軍力五常是否佔大多數呢? 拿走法決權隨時會做一些對他們不利的議案 那麼還怎樣要他們承受那些大筆的預算和軍力呢? 全場比賽有方都沒有解答過政治缺口和軍力缺口 軍力缺口由哪個國家可以解決到 而不了解,今天有方一直都沒有了解過多數人的暴政 在17至19世紀,種族歧視是美國白人一個常態 如果根據有方的邏輯作為少數的拉丁族裔、亞裔、非裔等等有識的人種 是不是一直都要受到欺壓?這樣都叫和平嗎? 一直受到欺壓還是一直要受到衝突呢? 第三,不倫正一票否決權可以避免一個國家令人心痛的衝突升級 但是升級為陣營和陣營之間更心痛的大規模戰爭 有方由無論政過轉做多數制之後 過去有哪一條議案是通過了之後可以令到世界更加和平呢? 例如強迫俄羅斯撤軍議案通過了等於俄羅斯真的會撤軍嗎? 還是會演變成為聯合國不得不和俄羅斯對 通過議案可以大致和平嗎? 有方一直都是無論政過 然後二是大國戰爭這個主題議案 否決權的兩個保障 首先否決權保障小國的利益 略據一個今天全場講得最多的例子 例如減排議案 中國陣營背後這麼多發展中的國家 例如非洲中東國家的發展都會受到限制 工業發展是否會成本增加而產量減少呢? 這些小國根本是否利益受損呢? 我極端一點 假設一下如果現在百分百要禁止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 不少依賴俄羅斯能源的國家 例如芬蘭等等都會極力反抗 甚至隨時結盟反抗 而其實今天台下有方都沒有回答過我方的問題 最後都是無法正面回答 其次否決權保障了聯合國行動的公信力 否決權制度下一有行動就是兩大陣營五大成任理治國全力支持 所以維和部隊人數不多 但是貢獻巨大 因此阻止了維和部隊等於挑釁 反觀右方的多數制下 聯合國以後有一方陣營可以反對 但是都會依舊過半數而派兵 這樣從來不給歐美 只是聽中俄話的一些反抗勢力 就會由不想和維和部隊起衝突 變成可以放心起衝突 如果連聯合國都成為了戰火根源的話 這樣還怎樣維護世界和平呢? 最後一大家苦心自問一條問題 如果這一刻跳出一則新聞 哪一條會令到你更加擔心世界是否會大亂呢? 情況一聯合國的出兵烏克蘭要求俄羅斯撤軍議案 再次對中俄兩國否決 情況一聯合國取消否決權多數制下 通過出兵烏克蘭議案和俄羅斯撤軍議案 中俄反對無效 問一下自己哪一條新聞 會和世界和平會受到更大的挑戰呢?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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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front 準備好 好,可以開始 叮! 評判在座各位,一票否決權概念出自兩次世界大戰出現的國際聯盟 因為當中部分決策野魯大國,令大國退出,導致國際機構無疾而終 有減於今次的失敗經驗,聯合國設立的時候就認為必須要令大國才享有否決權 而籠絡大國,防止他們退出聯合國 而現,設立否決權的本質就是令五大國凌駕於聯合國之上 但這個做法已經圍繞了聯合國設立初中的國際和平,和聯合國的終止背道而馳 試過境遷,是不是聯合國依然要被五常一席檢制,阿里會要被否決權操控呢? 難道這就是友方同學的願景? 再者,聯合國成立至今已經很久,聯合國已經穩定發展,究竟否決權存在的必要性在哪? 來到結變的位置,今天雙方的分歧點在於否決權繼續保留 是否一個正確選擇? 我由幾個層面出發來審視今天的結變看 第一,從國際層面 今天友方同學由主變去到義父,甚至到結變都有提及到的對立問題 但是雖然他們不斷提及,但仍然沒有論證到之間的必然性 他們沒有數據去顯示一些關於經濟、外交、貿易等等 也都沒有權威的 也就是說友方同學空口說白話 只是說一些性質上的東西 根本就論證不到對立問題 而且友方同學又說五常他們之間有共識 但是他們仍然是論證不到這一點的 第二,今天友方同學在義父的位置呢 他們就說俄羅斯他們會退出聯合國 但是今天友方同學的標準是十分奇怪 單憑這個權威就去論證 俄羅斯一定會退出聯合國 但是為什麼 這個是必然存在的呢? 我們看看其實 在這些五大常任理事國他們是擁有很多不同的權利 除了否決權之後他們還擁有一些製造武器的能力 還有一個常任的限期這些能力 為什麼友方同學可以覺得他們 可以願意放棄這些能力而退出聯合國呢? 可能友方自己也知道五常根本就不會輕易退出聯合國 只是在那裡混淆私聽 其實今天友方同學友子都論證不到這一點 所以今天這個閉嘴是不成立 而且友方又提及到 為什麼可以論證 常任理事國退出聯合國之後再加入 我就拿一個很簡單的例子跟友方說 之前特朗普他宣佈他會結束 和世界衛生組織的合作 但是後來拜登上任之後 他又說他要加入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所以很明顯其實這些世界組織 對國家都有一定的重要性 而今天再講權利層面 今天友方同學就不斷強調 大國其實是大了 他們是很合理可以擁有否決權 但是我方今天的立場就跟友方同學說 其實 否決權這個權力就是過於大 因為他可以把一票的否決權 就凌隔在所有其他國家的意願上 而且今天友方同學又說 我們方是沒有論證到關於 沒有回應到一些關於制裁俄羅斯 其實我方今天由一副到二副都有論證過的 但是友方就說我方沒有論證 除了各位 其實今天友方看得很偏面 覺得這些否決權是幫助到 維護到國與國之間的利益 相反我方今天就看得更宏觀 不單止看到沒有否決權之後 可以推動到國際合作 提升到執行力度等等 也都考慮到這些 因為否決權而極需要解決的問題 除了各位 俄烏戰爭正正就反映到 不取消一票否決權 只會令世界狀況變得更差 一票否決權代表的不單止是權力和身份 背後反映的更加是國家利益 而觸及到不常任何一個國家的利益時 不管這些常任理事國的做法 是否具有正義性 是否違背人類文明的共識 是否超越了道德的底線 聯合國安理會都沒有辦法 做出證責和制裁的決議 而我相信今天雙方爭論變題 最終目的都是為達至世界和平 叮叮! 正正需要取消五個常理事國的否決權 才可以達到目的 所以今天便提你答應了 多謝各位 好,4分09秒,無需扣分 今天的比賽理論上就結束了 有一分鐘的時間 我們三位評判整理一下分子 請大家留在原位 很快確認三張分子都填完 我下載了 我下載了 做一個記錄 之後便會邀請由何貫臨先生 提供評語 然後就是賴楚賢先生 最後我給評語 最後我宣佈賽過 今天比賽就結束了 好,我現在確認一下分子 我们还要填最佳辩论员的学分数 我见何冠林先生 有点动动 赖楚然老师 我见他都填了 现在有请香港浸会大学前辩员何冠林先生 首先给评语双方同学 大家好,听到吗? 我简单一月以往都会交代我自己的习惯 交代我给谁赢的 然后直接交代我的判准 和看一个比赛有没有什么建议 这场辩论比赛我自己在内容上 和局势上是选择了反方 为什么呢?我觉得反方相对比较做得好 是因为我觉得在整个推论上 或者整个论述上面 反方相对比较完整一些 或者反方在操作上 亦都比较在一些细节上 我觉得解释得比较原备一些 而且反应上也不错 先说政方先行 政方今天我觉得很大路 在一条联合国面提 我先交代一下 我昨天做评判的时候 也有说过类似的事情 打联合国或者这些国际关系的议题 很有趣的 因为我们小时候 在国际关系上 都会接触了很多概念的词语 都会受这些词影响 公平、公正、正义、平等 我们都会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 然而我们读国际关系 经常会觉得有一个前撤 就是国际关系是一件很黑暗的 或者是一个很利益主导的东西 实质上很多很理想化的东西 在国际关系上是否更适用呢 或者是如何实践呢 我觉得今天政方大路带出来 其实希望透过取消这些东西 带来协商或者合作 但我自己觉得 其实反方一开始都很快捉 是因为我自己觉得 今天一条辩题 除了是一条应然性的辩题以外 很关键的一条辩题 我觉得政方其实是个隐性责任 就是政方必须要交代得到 就是因为我们取消了这个制度 就是联合国我们现在说的 否决权其实是一个实质的制度 取消了之后 会如何去处理日后的协商 或者如何去做决意 从而带出你的理处呢 我个人觉得 政方今天其实就不是很清楚地交代得很完整 例如你之后是怎么样 是否就是保留现在安理会的投票 投票就是大多数9票以上 我们就会通过了 那常任理事国的制度是否还在呢 因为政方没有了否决权呢 那他们还是否有一些叫做 就是常任理事国呢 那我当今天假定了他是真的 政方 因为政方没有实体交代 我大概以常理去推断 在这一部分 那就是你们觉得 其实将来就会有这么多国家去协商 从而达出的结果 那问题来了 我觉得今天政方最大的交代点就是 你很重视了结果 例如你会觉得结果就会等于小国有私 又或者等于小国能够可以更加被重视 不会被大国垄断 但然而我期望政方用多些现实国际关系上面的东西去推断 或者是去描述 为什么你觉得这件事会出现 或者为什么这件事会实践得到呢 我举个例子 其实去到很结辨的时候 才有交代回一个个人觉得 应该更加及早交代的背景 就是你会觉得 其实可能有很多资料 或者很多论述都说的了 五强制度留有的可能是一个 一个二字时期定立的五强 但其实在现实的国际关系里面 可能那个单边主义 我们常常听这些词 或者个别国家强大重而影响局势 是少了的 例如你会见到国际之间的小国 例如好像亚洲那样 中国其实在亚洲实力最强 但你也会见到 例如中国是和东盟之间的协议 或者在相处上面 东盟的国家之间的一些 所谓东盟各国的联盟 是对于这些大国 其实是越来越多这些制衡的 例如非洲联盟 他们也有更多他们的说明 那政方可不可以表达 就是在实质情况下 将来可能一些小国 他们可以更加 希望参与得多 或者是希望可以在这些国际关系上面 打破这种章章局 又甚或符其实可以 政方提出的就是 例如现在已经不止五强了 其实世界上 你讲实质实力强大的国家 包括例如亚洲的印度 日本 例如欧洲因为二战历史问题 而没有加入的德国 其实你会见到 整个世界局势里面 是不是还是你 只是几个国家主导 从而会不会有更多协商 或者希望透过协作去沟通 我个人觉得政方 在这些交代得不多 就变成你 其实第一个论点 讲的那种协作 或者是 为什么会有协作多了 其实交代不太完整 第二个论点 今天我觉得双方争议得比较多 究竟维持和平上 我们现在有一些国家 安理会不能被制裁 例如你 政方开宗明义 就用俄乌战争去打 然后从而你认为 你举了耶鲁大学的研究 就说制裁有用 但事实上 其实你的那个说法有趣 你的说法是 即使没有了现在安理会的制裁 在用现在现有的制度下的制裁 其实俄罗斯三年来的经济 就会崩溃的 我就会期望 我当是这样才算 正方 我那一刻就有少少疑问 如果你期待安理会做些什么 进一步的制裁 是不是你觉得 安理会假设 真的通过了俄乌制裁的议案 俄罗斯就会立刻退兵 或者立刻经济崩溃 我个人觉得 其实正方在这里 就只是 不断强调着 你看俄乌议案多不公平 多不公平 但我会期望的就是 例如为什么这一件事会更和平 同样 我个人觉得 反方对于这个那么重要的例子 其实质疑或者质询 又可以更加鲜明一点 因为在你的相信底下 我们如果不要想到这么复杂的国际形势 只是讨论俄乌 假设明天安理会真的神奇地通过了 例如俄罗斯我不否决 制裁自己的议案 我真的有这件事件真的通过了 是否就等于国际局势因为这样而变得好 是否俄罗斯就会退兵 还是说这个制裁的实践 未来会如何呢 我个人觉得这方面 其实我期待正方会说多些 或者正方会反复都可以再质询多些 就是 为什么我们有一些议案 即使被通过了之后 可能会导致到国际局势因为这样而好 因为正方的假设就是 很简单的就是 有一些你口中叫做不好的议案 其实不止我 你也举过 例如其他的议案 好像马其顿议案等等 那是否这些议案被获得通过之后 在正方的立场里面 利处就必然会成立 国际之间就因此而放弃 还是可能我们会引发一些新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这些是没有的 变成今天我觉得 相对而言 大部分情况下 正方都可能只是在讨论着 合理性 小国参与 我觉得就相对地 可能会比较 口号一点的字眼 所以相对而言 反方今天为什么说比较完备呢 其实反方我觉得 感觉上都有一点铺垫不足 因为反方一开始很直接走出来说 因为我们也有打这条辩题 我自己觉得 有一些概念上的东西 反方都可以铺垫得更加交代得完整 就是正如刚才所说 可能国际关系里面 我们去看一些国家的决定 或者去看一些国际关系的推展 不是一些理想 或者是一些理念可以做到 那会不会反方可以铺垫多一点 他们怎样考虑实际的利益 又或者是一些实务上 尤其你讲的五国 他们在里面 即使如果他们将来受到一些挑战的时候 他们会有可能做些什么的reaction 那变成反方今天出来 我觉得一开始就铺垫 例如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其实五强 他们本身是有实际的作用 因为他们是参与很多的 我觉得五成八 我说了两个概念 反方在这方面的算验 我觉得算是多角度 第一就是他说了金钱上 例如维和部队在一些大国里面 例如美国占了1.28% 假设将来如果美国这些国家退出 有可能会影响到维和部队的这些经费 除了经费以外 第二件事就是 你描述了维和部队 可能他们本身有相对应受性 如果派出的话 可能他们是一个众望所归的一队队伍 但假设将来如果在这个失去了决议权 有部分国家没有参与的时候 会不会令到这些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代表性有影响 我觉得这件事可以继续较深一点 因为你可能有趣的地方 好像正方举的那个敘利亚的例子 你会觉得本身是否决的是中俄他们的联盟 他们不派兵 假设当他们是中俄盟友 假设将来如果联合国维和部队没有否决权 主要组成的部分可能是由欧美推动的这个议案 这一对维和部队落到敘利亚 会不会仍然有相同的应受性 我觉得其实反方可以拿这些东西 实际上再推多些去问政方 但我觉得这个描述相对会 刻画上也有多不同的角度 好像想说到现在五强他们的影响力 在联合国本身有 但我觉得下一步的推论就有少少 也都跟政方一样有些口号化 例如你说到 其实将来你如何避免他成为多数人的暴政 这个在前半场出了很多 但为什么大家投票就等于多数人的暴政 为什么大家投票就等于这些国家必然不满意 后来其实反方 我觉得有少少跳级 例如去到那些 首先退出联合国和退出安理会是两件事 因为安理会和联合国其实是不同的 因为现在你要知道安理会只有15个成员国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要搞清楚 他退出安理会和退出联合国的情况 为什么会退出安理会 我个人觉得在这方面 反方的论述就不是很足够 但政方在这方面 我觉得的攻击也不是很强 因为政方去到后来 只是说因为他们会 为了保留草案决议权 所以你提出一个草案的讨论权 所以这些国家就不会退出 我觉得其实双方在退出和不退出 这一件事的刻画和描述 首先 我觉得对政方而言 政方处理这件事 有另一个处理方法 就是可以不介意他们退出 后面其实政方有另一个说法 就是好像美国那些 如果有益的 其实他们也会回来 因为这件事实际上 例如安理会这么举足轻重 其实我就不觉得他们真的会退出 而放弃它的影响力 例如政方可以这么描述 但同样我觉得反方在这方面 也有多一点论述 但相对而言 我觉得在反方整体处理上 尤其是逼问 尝试去施压 例如去渗染 假设有一些国家退出 对于联合国的安理会 发挥功能上的影响 我觉得今天的渗染 在几个负面之间 相对比起政方而言 我觉得好像多元一点 或者是着脈多一点 但是我自己觉得 对于为什么一定会有利的情况出现 其实我自己也觉得 在整个推论上 不算是很深入 和不算是很完整 所以我整体而言大致上 我一个局势就变成了 在攻击上 而政方我自己觉得 除了自己的交代以外 对于反方 很多这些 为什么一定会出现的攻击 又或者是这些过程的描述 我觉得除了你问 他为什么一定会出现 他推出之外 也真的可以去比较 就是说 假设真的按照你的逻辑 好了 有一些国家推出 其实政方都可以真的去比较 比起你们口中 可能实践得到的协议 或者是和平 哪一件事更加有利于国际 或者未来局势发展 其实这个双方都没有在进一步的 比较和推展 就只是呈留在会不会发生某些事上面争拗了 这个我觉得整体比赛的发展可以更加全面 好 避免太长 我补充多一件事 我自己觉得今天这场比赛有趣的 就是因为 我们今天改用网制 网制都会发现 无论台上发问和台下发问 都有几多发问的环节 但我自己觉得今天 比我的感觉 我给双方的建议 在这里都是觉得 有很多问题 大家都不是直接回答对方的问题 我觉得也挺严重 但是然而我听到很多问题 其实在你的立场里面 都可以很正面处理 而令到你们应该得分会更多 我举个例子 在第一轮的质询里面 台上发问 正方就问 有没有一些议案 其实是被否决而是合理的呢? 其实反方的立场 我记得反方就游了一轮花圆 不要直接提出 其实在反方眼中你应该解释 或者甚至你的答案可以反问回正方 是因为在你眼中 其实所有被否决的议案背后 都可能是合理的 因为你眼中里面 为什么政方会觉得不合理呢? 因为政方的不合理 是建基于他觉得 只有少量的国家去支持 所以这个就是政方的合理性 但其实反方可以跟他说 其实这些议案被否决 不等于他不合理 因为在反方的价值观里面 你的合理是在于和平 或者在于维持国际的稳定 所以你觉得合理性体验 可能大家眼中 不派维和部队去赘利亚 很不合理 但可能在你眼中 派了维和部队 会不会影响国际局势 你是应该要求他论证的 所以口中 政方这些所谓被否决的议案 其实在我方的立场上 可以全部都是一些合理的否决 你反而要正方证明 为什么被否决 你不可以以结果论 被否决等于不合理的 反方可以回答 而政方其实也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不是反方也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问政方 五大国的缺口将来维和 如何解决 你们的钱怎么来 其实政方又游了一轮花圆 就说其实五国 不知拉了去五国不一定退出 因为有草案决而决 我是政方可以回答 那些钱大把 其实你退出一个 你五国假设是什么 你就数一次 我刚才说的 日本 印度 德国 其实很多有钱国家 他们都可能想加入这个安理会 甚至其实他们都不等于没有预算 美国其实在联合国也经常拖会费 我个人觉得这些位置 如果可以直接回答他 会更加有利 例如去到自由辩论 抬下方问 也有类似的问题 例如 这边有问过 政方就问 其实这么多年 北韩这样被 日方浪学你回答我 如果我们今天维持现状 北韩怎么可以被谴责 我们怎么处理北韩问题 其实反方我觉得按照你的逻辑 如果按用你的答案 你应该一出来也很直接地回答 北韩的问题没有谴责 但谴责北韩是否等于世界上和平 大家试想一下 北韩这么不稳定的政权 假设联合国真的通过了 这个裁决议案 或者真的通过了共同谴责 或者制裁议案的时候 亚洲的局势 其实会不会北韩明天才真的射飞弹呢 因为你可能会回答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通过制裁议案 北韩现在才在维系 那些飞弹 没有真的有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我觉得这方面 其实反方可以直接回答 但我觉得今天 双方在回答这些问题上 没有真的直接回答这些问题 从而去做一些攻击 我觉得可惜 例如有个例子 就是政方又会问 美国退出完之后重返 你解释一下 我是反方 我就应该执着这件事 重点是在于什么 是的 虽然重点不是在于重返 重点是在于国际关系上 没有永远的盟友 如果有一次有机会 美国觉得那件事对他没有好处 他可以随时退出任何的会议 同样道理 将来如果俄罗斯又或者美国 他们觉得他们失去了 否决权这个优势 他们其实可能随时退出 哪怕他会不会最终重返 但这个退出过程里面 是不是都会对国际关系 或者国际有影响呢 我觉得很多这些问题 其实大家回答上 可以更加直接 更加一听到对方的问题去答 而不需要 好像拿了对方的问题 背后可能是想问 哪一样概念 然后从而去解那个概念 而不回答对方的问题 我觉得在这些问题上 双方可以在回答上 更加对焦 和更加精准 我觉得会令到 本身 因为我们转了网赛 已经没有了自由 双方交锋的位置 在这些答问上 可以令到交锋更加强 我大致上 今天的看法是这样 将时间交给其余的两位评论 谢谢 好 谢谢何冠林先生 接着我们请賴楚燕先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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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蔡sir 我也给了一点点意见 我会先就双方的主线给一些意见 先讲政方 其实我觉得政方在这条题目里面 是相对地 会有个道德高地容易说的 在理论层面上 也都是大家很容易会接受的 就是如果有一个制度 是容许一些有利益冲突的持份者 可以有一个绝对的否决权呢 那么这个机制就这样听下去 本身都违反我们一般做决议的原则的了 所以其实政方说这个道理是容易理解的 也有一些例子 最近有俄乌战争 也很准备政方 是不是 就是跟俄罗斯自身利益有关 那么他又可以否决对自己不利的议案 这个其实是很难会令人相信 是一个合理的决议 对于联合国来说 那么我觉得政方你主便是有铺垫到 这个机制存在的这个漏洞 但是我自己觉得今天政方最主要要论证的 除了是这一部分之外 因为这个其实所有打政方都一定这么说 那么应该要预更多的蝙蝠去讨论取消后 到底你期望整个的机制是如何去做决议呢 联合国以后 因为我想每一场 昨天打这么多场联赛 所有的反方都会质疑这件事情的 你取消之后的后果 那么我又觉得今天政方在那个取消后的决议机制上 是真的交代得比较少 那么你就有说到 我这样听到就好像是简单多数决以制 就是每国一人一票 但是你都没有说清楚 那个美国是只是安理会那15个 还是联合国所有国家 如果只是安理会那十几个 其实也有你们所说的问题 那么那十几个以外那些国家的权益 都体现不了 但是那些全部人一起投票 就会有其他问题 那么你全世界来说 如果你真的用经济利益也好 或者用意识形态也好 那么你总会有一些是多数点的阵营 有某些是少数点的阵营 那么会不会变成某一些阵营 就反过来他会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话语权 而令到相对少数阵营的权益会被剝削 那么这些其实很大机会都是反方去质疑的一个问题 那么反方其实也不是没有质疑的 反方在主边有提过的 就是所谓多数人的暴政 又提到强势 我忘记他的字也 但是我的意思也是说 总会出现一些较为多数小小的集团 那么他们的利益就会压倒了相对弱势一些 那么其实政方是需要在这些问题上面作出回应 而我是觉得对于你们前半部分的立论上是很容易不明白 其实对方甚至没有反对 反方其实由头到尾只是说 那你之后怎么办 其实刚才我说为什么对政方说法上会有利 是反方的这个挑战在这个道理上是没有那么好听的 的确 那只不过是我觉得政方又没有有力的回应 因为反方的说法就是 那是这样的 那他是大国 他又有核武 那他退出了 那你又要军费 暗地里如果再说得赤裸一点 其实政方应该将反方的立场演绎为 对方觉得由于那些安理会常任理事局 是一些比较强势的国家 为了争取他们的支持 其实他们是应该拥有特权 而他们有特权是没问题的 我们为了保留他留在联合国 为了吸引他支持联合国 摆明有些议案是不合理的了 我们都要遷就他 你应该尝试将反方的立场描绘到再丑恶一点 因为反方说过去都差不多是暗地里 他是这个意思 因为他不断说 那他先走了哪个替捕 那些军费哪个给 俄罗斯如果走了之后 其他小国的利益哪个顾及 那其实暗地里他真的不是说 制度正不正义 和制度合不合理 他是真的说 如果这些国家 因为他享有不了这些特权 而离开联合国 的后果就会很严重 那你可以尝试将反方的立场提出 但提出完之后你当然也要去处理 那怎么办呢 对于他真的走的话 那我觉得你当然有两个做法 第一个做法你今天尝试做的 就是他们不会走的 但我觉得论述太少了 就是没有了否决权 但是他们都会愿意留在那里 你就尝试说 其实他留在那里 还好有其他各方面的利处 但是那些利处是什么呢 我就不太听到 就是你有提到吗 还可以一起讨论议案 那这个就很弱的 听下去 他没有了否决权 也会留下的 会不会有其他留在联合国 或者留在安理会 除了那个否决权之外的其他影响力 都仍然发挥到 以至到他们不会单纯没有了否决权 就会立即离开呢 那你可以多说一点 因为其实你可以想想 如果没有否决权 他就要离开 那其实对于很多其他强国 都应该走了 那德国呢 日本呢 他们不是由有到没有 但是如果以他们的经济 或者军事实力来看 其实他们都不一定是输涉于 现在的五个国家 但是他又没有这个否决权 但是其他国家又有 那他又会不会因为这样而离开呢 那我也退出联合国 只是你们五个大国有我没有份 那会不会是这样呢 就是是不是这么简单 反方说到 一取消否决权 他就离开联合国 那其实离开联合国 他某程度 都是一个自我孤立的状态 那是不是真的这么好呢 就是他那一时而起 他当然可以走 还有就算他有否决权 他在任何情况下 他不妥卖一些决定 其实他随时都可以走 到底用这种方法 吸引他留下 是不是一个合理 和长治久安的方法呢 还有你们一开始 都有说过联合国的功能 他作为一个最大的国际组织 他的功能是为了维持世界和平 但现在按照反方的说法 是为了保留这些国家自身的特权 希望他不要走 而是牺牲了很多维持国际和平的机会 其实你俄乌战争 或者其他之前出现过的一些否决权 而你觉得不公义的例子 我觉得你是应该深入一点去演绎 你应该要说到那些战争 是多么不合理 但因为否决权 但是联合国名义上是要维持和平 但他没有做到 例如你说俄乌战争也可以 那你摆明有很多人道灾难 战争的启动 其实本身也没有什么很合理的基础 但是就是因为有否决权 联合国什么都不能做 他想调查这个俄乌战争 有没有出现不人道的事件 又被否决 他想谴责又被否决 更加不要说出兵 那么在这些情况下 你也可以问 如果你为了保留他们留在这里 而在这些明显地应该作出介入的事件 都不能够介入的时候 那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为了保留他们而保留 但是联合国就发挥不到他的功能了 按理会做不到他要做的事了 那这种保留有没有意义呢 那你甚至我觉得 如果你再直接一点 你可以说 如果他真的因为这样而离开 那就离开了 那到底有什么实质的问题 其实你想想 现在联合国没有出这个谴责和制裁都好 其实暗地里 欧美国家都跟俄罗斯抹了面 他都军事援助了 美国最近直接派了他们的士兵去 他的原因就是 特别的武器是可以运到官方手上 就不是流落了民间 但anyway 美国和欧洲都是有军事援助给乌克兰的 他不是联合国的名义 但是他也明明是公开的支持乌克兰 那我又不是很明白 到底在联合国上面通过了这一件事 或者没有了否决权 你就说他会离开 但是就算不透过联合国 这些国家其实他都已经在支持乌克兰 到底是不是真的为了 顾及俄罗斯的利益的缘故 或者为了他不要生气 或者为了他不要退出 所以就要这么遷就他呢 那我觉得政方其实可以 多一点在这里去做多一点论述 你一定要说到否决权 是会导致多不合理的结果 那我会想听多一点这一部分 那会令到对方的立场是没有那么好听 也不是好听 就是要突显到反方有多不好听的话 那这个是我对政方的一些看法 那对反方而言呢 我同意刚才评判都有提 反方的论述是比较原备 攻击力也比较强的 那其实我听你们反方主辩的时候 其实你们是有两部分的 第一部分就是你们全场去到后来 整天讲的后果 就是如果没有了否决权的后果 就算政方问你 在那些否决权运用的例子 那你是不是觉得没问题呢 譬如政方第一条台上的发问 都有问到 那你是不是觉得所有否决权 都是用得对的呢 或者否决权 而令到他做不到的那些决议 是不是都没问题呢 其实反方每一次都没有什么正面回应 就是反方都没有特别去讨论 那些否决权用得好不好 你一来就会去到结果了 就会说如果你真的取消了 后果就更加严重 但是对于那些被否决的情况 行使不了联合国应有的功能的时候 那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是不是怕他退出是凌价于 发挥联合国安理会应有功能呢 这个其实反方一直都没有正面回答 但是政方没有特别施压 那令到反方就可以由头到尾不停地说 退出后果很严重 没有人替补到 其他少过利益受损 不断都是没有了否决权的后果 但反方我觉得就比较少去说 为什么有否决权的存在的合理性 除非反方的立场真的 你本质都真的觉得否决权不合理 但是衡量利币底下 取消的币处大过保留 除非你的立场真的是这样 否则我都会期望听下 会不会反方都尝试去说明 否决权其实是有它的必要性 或者当初设立否决权的原意是什么 或者现在在这一刻 其实否决权都仍然有它存在的价值呢 那我会想听多一点这方面的论述 因为我自己这样做 我也有练习的 我也有练习反方 我练习的时候也会想 其实否决权你反过来想 否决权有点难听的 其实好像少数决定了大局 但否决权的另一个说法 其实是你要确保所有人同意 你才可以做一个决定 也就是说你在做决定的时候 你不能忽略少数国家的声音 哪怕它只是一国 因为联合国不是一个普通的组织 其实联合国它有军事的资源 它有资金 而且它是代表世界的集体决议 所以它的影响力和它可以发挥的功能 其实是很大的 你不能贸然去做一个决定 因为联合国是代表世界的 你不能贸然说我做这个决定 就是代表全球的名义 去代表这个决定了 所以你可不可以说全票通过 就是一票否决的另一个说法 就是要全票通过才可以做 是一个必要的机制 可不可以多说一点这个重要性 例如我举例 例如美国当年03年的时候出兵伊拉克 当时只有英国支持 法国也不支持 中国俄罗斯当然也不支持 但是如果以后是行少数服从多数的 就是我不需要所有安利会成员支持 那美国只要找到一定的盟友支持 其实它可以合理化很多它这些行为 那美国做的事情都不一定是正义的 而且当时伊拉克也说它有化武出兵 结果入侵了8年 最后都撤军了都找不到化武的 但是将来如果联合国可以成为 某一些你们主便有提到这个字眼的 就是多数的利益集团 或者较为强势的利益集团 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 我可以拿着联合国的名义去支持我做很多事情 我想谴责某一些我的政敌 我可以透过联合国去谴责 如果我的票数足够的话 那所以你可不可以说一下 那些安利会的利益集团的分布 其实是代表世界上一些主要的意识形态呢 所以做一些重要决议的时候 必须要得到所有这些意识形态的国家都同意 就是说那件绝对被视为不合理的联合国 才在这个情况下做事呢 过往也有的 比如在1991年的波斯湾 联合国都传票通过要处理伊拉克入侵这个科威特的事件 那不是没有这些事件的 就是没有任何情况下 他们是达成共识的事件是有出现过的 那会不会是你觉得联合国应该在那些情况下才做事呢 那只要不是在那些特定情况下 那你就自己做了 我好像刚才说 那你欧盟你都可以自己军事援助乌克兰的 美国也可以的 就是你不一定要用联合国的名义那些国家才做到的 那会不会说多一点点联合国 其实和其他组织也好 或者他那个地位或者他的角色上 他不是一个一般的组织 我们不可以简单多数决意 就可以去处理一些事情呢 那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就着这个角色 说多一点点 就起码你的立场上你是真的说 否决权是有存在的价值的 是合理的 有它的需要的 在联合国里面是适用的 那就会好听过你只是打 否决的后果不知道怎么处理 那些钱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那些大国生气的不知道怎么办 他真的走了整个联合国瓦解 这个始终听下去的道理上不是很合理的 就是你为了要挽留这些大国 所以给特权他们 你暗地里真的说到很赤裸 那会不会太难听呢 而且我都真的会想 那这个组织的存在是做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为了 挽住这些大国不要走 为了服务他们的特权而存在呢 那这个组织其实不是很有存在价值而已 因为涉及大国利益 其实他什么都做不了 那我还要个安理会来做什么呢 是的 我会觉得在道理原则上 你都可以正确一下否决权的意义 而且我又觉得可惜的是你不是没有的 你的主编稿里面是有一定蝙蝠说这件事情 但后场就真的没有了 没有打到 可能 我也明白的 可能在操作上你要去理论层面去解释 这个否决权的合理性是难解的 就是没有你打那些后果论那么爽的 但是我又会觉得那些位置你都打得足够了 对不对 就是对方有认也认了 没有认的位置都没有认了 那会不会在理论层面上可以包底 或者在结变的时候你都可以论述一下 否决权的意义呢 那这个就是我对于反方的一些提法 好 那我的意见就到这里了 那我将时间交给蔡sir了 谢谢 好 好快就讲几句了 就是几十句了 好第一我赞一下双方台 说这些题目真的很尖锐 我猜大家真的有花功夫的 好 台下真的要赚这些题目尖锐 好 正方 我会觉得我是比较反方的 我一抽到 即是开辩 我都发觉反方是好处 我不知道大家怎样 我个人觉得反方是好处的 结果呢 对了 对了 所以我不知道 可能对于正方来说 不知是 如果你说不是啊 我觉得正方 就照你的打法 或者刚才两位评判都给了很多意见 我会觉得 虽然我的对手是来着 大家知道 我们月祖里面 赖sir也在 可sir也在 我也怕 我这样说 会不会泄露了我的 计划方法 给他们去防备我呢 不过算了 不怕 大家知道星期日中 你们两队也肯补赛 我们三个也肯去做平活 大家都是热心之人 交流一下 我会难以 除非正方你真心相信自己是有利 不然我一抽都觉得正方难打 其实在这样的情况 我不知道 应该有点哀兵上贼 我会觉得 你硬打硬 资料斗资料 我觉得挺难斗得赢反方 因为反方那些是现实 你真是现实 我觉得他们赢得多些 好 正方有点意见 大家想想 不是说条桥一定行 可能到头来怎么都会输 可能正方 純粹我想想想 是否说多些切身处地 因为现在反方 只是说避免世界大战 事实上在反方的立场 就是容许很多世界各地 不同地方不断发生战争 就是说现实 你很难说得赢 是不是应该动之以晴 我们今天说礼拜 是说不同地方 不同的百姓 多些说一下这些 我不知道 那便淡化了对方 那些一定适合的政治现实 是吧 你用一些感情 我们看看不同的持份者 非洲的持份者 或者一些国家 如何在联合国的组织 会否令到大家觉得他肥 令到大家不尊重他 会否这样 有机会突破血路 避免在资料上的那种涉体 好 反方一个意见 今天拿着有理的问题 但我觉得也不只是纯粹有理 而是你们也发挥得很好 充分利用到辩席的优势 尤其是两位负辩 一开拉 我都觉得反方的处理很正路 很合理 懂得善用优势 去到负辩把优势都发挥到淋漓尋滞 所以我都觉得正方是难打的 赚一下反方 但是始终还有改善的地方 我觉得反方我会问 有点像賴Sir 刚才也说到的 你们应该强调一下 正方好像逼联合国要做事 一定要通过一些东西 一定要决议 如果反方再补多一句 类似的说话 我们联合国不是为做事而做事 我宁愿有些时候做不到事 都比我做错事 我估计和前面两位评众 是类似的意思 看看你们再清楚一点出谱 又再将优势进一步提升 反方意见 最后结辩 老实实真的要改善 双方结辩 可能在准备考试 未必有很多时间预备 或者经验尝浅 但总之你问我今天稍微失息 结辩 整场比赛都很高质 大家的资料和准备都很高质 但到结辩 就平平淡淡结束了 我会觉得 试试一起想想 今天大家争吵过什么 很多事情是你准备了 但实际上 你准备完之后 有没有发觉 原来有三个位置 未必是你的稿写到的 但你临场听不听得出呢 第一 其实你们争吵过 如果我是结辩 我会尝试 第一 其实今天我们正反双方 讨论过什么是公平 究竟一国一票是公平 还是按实力去分配 否决权才是真正的公平 其实大家讨论过 你去到结辩能不能够 第二个争吵点 就是什么叫做 即是退出 究竟这些国家是退出了 会回来 还是正方这种 只是拿全世界的局势 做一个赌注呢 我觉得无论正方 还是反方的争吵点 你都可以拿这些东西 去做个分析 给我们评判 你知道听来听戏 都是那些东西 来到结辩 我也在计分 其实我们有三个争吵点 而你那些争吵点 真的说得对 我真的立刻停下 我不计分 我听你说 因为可能你说的东西 令我改变了一些看法 可能局势也有些影响 第二个争吵点 原来就是 究竟退出 还是不退出 最后就是什么是和平 在反方的眼中 世界大战 不要发生世界大战 就是促成了世界和平 我们正方的看法 其实你世界持续地 发生血腥的冲突 已经不是世界和平 正反方都可以用的 你要形容对方的 为什么其实我那个是和平 你能够在最后的关头 计算一下这些事情 我计算我立刻放下 但我听起来 看看我会不会改变 我一些想法 做一些决定性的评分 好 讲完 大家都心急 大家都是辩论人 所以都很心急 其实就是知道赛果 今天的赛果 我估计在预计之中 打一个形势 我估计也不是太惊讶 是0比3 分差是101分 至于BESTI 都应该颇为一致 基本上 就是反方第二负别 因为是电脑评分 所以分子我会立即 送给双方的老师 你们可能回头都可以问他们 好吗? 星期日 大家都好好休息 明天大家又开学 好吗? 拜拜